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星岛日报报导 本港土地供应紧张 政府急于混合式用地建屋 但部分位于湿地缓冲区土地 目前却沦为货柜场、货车场等等 未能作适当发展 有地产发展商认为 目前湿地缓冲区地皮 当中大约300至400公顷 具备发展住宅的潜力 建议可以释放出来兴建住宅 更可以在生态环境保育 和物业发展上并存 有助修复荒废费农地 明镜报报导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研究发现 新广普抗病毒态8P9R 能够抑制新冠病毒感染人体细胞 同时可以与多个新冠病毒表面结合 大大提升抑制效力 团队又发现 同时使用三种临床药物 包括治疗流感和药质等的药物 可以抑制新冠病毒复制 相信能够帮助日后临床治疗